2009年2月9号 农历正月15 这一天正是元宵佳节呀 湖北宜昌的街头 一片热闹响咳的喜庆气氛 中午11点钟左右 在宜昌某混凝土搅拌站 工作的河南师傅李某 下班准备到食堂吃饭 他被宜昌某混凝土搅拌站 派到五家乡花宴附近 贡生村这个旁边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 因为工作繁忙啊 过年呢都没有休息 在经过这个宜昌市 五家乡贡生村汉仪公路 花宴排红沟的时候 36岁的李某 不经意的往桥下一看 吓了一个猎气 他发现桥下的水里竟然有一条人腿 李某随即向宜昌市公安局 五家港区分局五家派出所报案 五家派出所立即向这个分局汇报 接报之后 分局局长曾浩 副局长邓峰带着局里面 贞纪人员就赶赴现场 一边组织开展现场勘察 一边组织调查访问的工作 一边向市公安局报告 经过市区两级技术人员的现场勘察 和法医鉴定 认定这起案件 是一起罕见的恶性杀人 碎尸案 受害人是一名年轻的女性 年龄在16岁到25岁之间 人命关天啊 五家港区分局迅速成立了 以局长曾浩为组长 副局长邓峰 刑警大队大队长 资波为副组长 刑警大队全体干警 为成员的29碎尸案 侦破工作专班组 开展侦查工作 碎尸案侦破的重点 在于查清师员 侦破专班 根据法理推断 受害人年龄身高等特征 利用宜昌本地的报纸 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 大力的查找失踪的青少年女性 同时还通过公安的专网和派员 到全市各派出所收集符合特征的 失踪青少年女性的办法来查找 然后将收集和反馈出来的 失踪青少年女性名单 分组逐一的进行核查 短短的十天时间 专班成员虽然比对了 核查失踪青少年女性五十余名 但是这个失源仍然没有办法预知应对 案件的侦破工作一度就陷入了僵局 仿佛是凶手在跪挑衅 吴家港区分局辖区和其他分局辖区 又陆续有群众报警 发现人体的其他的部位 而经过法医鉴定 这些都是同意被害女性受害人 作案分子手段凶残 更加激发了广大参战干净斗志和破案的决心 一个线索也让警方找到了打破僵局的突破口 2009年2022号 该受害人右手在长江里被人发现了 发现其右手虎口处闻有一个蝎子的图案 这个神秘的蝎子图案呢 代表什么含义呢 是否是遇害少女独有的体貌特征呢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蝎子纹身呢 代表着叛逆和特立独行 一些时尚的小青年呢 会在纹在身上展示自己的个性 抓住这个特点 专班的警方迅速的调整了侦查方向 一是连夜对宜昌大小娱乐休闲场所展开清查 二是深入到看守所 戒毒所 拘留所 通过管教民警 对被关押的人员 查找是否有蝎子纹身的少女的信息 三是在宜昌全市的街道 乡村印发了大概有5000份 有该文身图案的通报 悬赏3万元 征集判线索 此外呢 专班还将该通报 借助省一级的新闻媒体 在全省发布 在全省激凶 与此同时 在获知武汉 恩施 以及宜昌 刚阳 之江等地的部分性少年呢 喜欢闻这个蝎子图案 在身上之后 专案的民警迅速的 马不停蹄的 对上述几个地方的纹身店 和有类似纹身的人员进行调查访问 寻找可能的执行人 多管齐下 侦破工作 渐渐就打开了局面 提供 妻子女 情况的线索 源源不断的 就传到了 专案 针班 专班的成员 一条条细心的排查 重点锁定了一条信息 2月27号 一个名叫做 爱刚的 武汉青年 向针破 专班 提供线索 他有一个叫做 易戎的 宜昌级的女友 右手文有 西字形图案 哎 易戎现在下落不明 专班成员迅速的对 一昌 全是符合年龄 符合这个特征范围的 名叫易戎的女青年 逐一的进行排查和筛选 终于查出了 哎 加入在西陵二路某号的易戎 就是爱刚所提供的那个易戎 专班成员连忙赶到一昌西陵二路某号 希望找到易戎的家人了解情况 但是结果却大势所望 原来一昌西陵二路某号啊 早就被拆迁了 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易戎户口底液上 没的父亲 易向华的工作单位 也早已经破产 下落无从差弃 一个难题 摆在了侦破专班的面前 调查范围扩大之后 提供蝎子女的线索源源不断 而专班的成员有限 很多线索呀 查都来不及查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放弃易戎这条线索 重新再查一条呢 还是继续寻找易戎呢 侦破专班的领导 经过慎重分析后决定 命案关天 一条线索也不能放过 侦破专班下定决心 克服再大的困难 也要继续查找 专班的干警 先是对居住在 原西陵二路某号地址的周围的群众挨家挨户的进行走访 询问没有查到 又到宜昌市拆迁办 一处一处的去查找 哎 仍然没有结果 干警们没有本困难下到 他们又通过社区工作人员找到社区老居民一个一个的回忆 哎 老铁呀 有一句话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专班成员 终于找到了易戎的祖父 易镇邦 通过易镇邦了解到了易戎的一些情况 原来这个易戎今年21岁 他出生呢 还不到一年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父母亲患上了精神疾病 母亲又很快的改嫁了 易戎在缺少母爱和父爱的情况下 没有读完初二便辍学四处游荡 始终没有做过一份正式的工作 最大的爱好呢 就是上网 易戎帮说 通过网络 易戎结交的男女朋友很多 但是没有一个能和他在一起玩上一两个月的 易戎呢 对家里的亲人呢 也不说真话 所以家人呢 也不愿意多管他 去年一年 易戎都在武汉 今年过年前呢 易戎在家里住了两天之后 又说去武汉 离家出走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2月6号左右 家人与他失去了电话联系 这个易戎 与被害人的确很像 专办成员通过易镇帮 找到易戎的父母 提取了其父母的血样 法医很快就做出 DNA鉴定 受害人 就是易戎 师缘找到了 但是啊 专办成员 喜忧参半 喜的呀 是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查清了受害人 而且还找到了受害人的家人 优的是呢 虽然找到了易戎的家人 但是跟没有找到啊 也差不多 易戎的亲属 没有一个能真正了解易戎的 丝毫不能提供易戎在外面的一些情况 更谈不上给破案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案件侦破工作 似乎就陷入了僵局 专办人员 经过冷静分析 丁仲易戎 长期沉门于网络的这个特点 决定从网络上打开突破口 在易商市市局计真支队和网间支队的大力协助之下 一个网名叫做小男孩的人 进入了侦破专办的视线 专办成员 又通过易戎 另一名叫做阿罗的网友 了解到 今年过年期间呢 到2月6号之前 这个小男孩与易戎一直在一起 专办干性 迅速行动 将小男孩请进了侦破的专办办公室 小男孩 名叫陈毅 现年21岁 是恩师的宣恩人 陈毅交代 他也喜欢上网 今年过年前 他在网吧 认识了易戎之后 便一直与易戎 在这个网吧上网 后来因为生计的问题呢 两个人便相约来到宜陵路 一处特色的粉面馆里 应聘当帮工 经过老板考察 陈毅合格留下 而易戎呢 却因为什么事都做不来 而被拒之门外 打工被拒的易戎呢 再度混迹于网吧 2月6号晚上 10点钟左右 易戎呢 到这个陈毅打工的粉面馆 来吃宵夜 后来 原来是吃宵夜的一名中年男子 一起离开 临走前 易戎说 要和该男子一起去上网 此后 陈毅就和易戎失去了联系 陈毅的说法 在粉面馆的老板 和另一名帮工那里 得到了证实 专班成员了解到 陈毅打工吃着住的 都在这个粉面馆里 粉面馆的老板也证实 陈毅来打工之后 一直没有长时间 离开过这个粉面馆 专班分析认为 陈毅没有作案的时间和条件 可是人还茫茫 到哪里去寻找那个 神秘的中年男子呢 线索就这样的 一下子又被掐断了 二九碎尸案的侦破工作 再一次搁浅了 三月一号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五家港分局刑警大队会议室 灯火通明 专班成员 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 大家一致认为 既然中年男子三更半夜来粉面馆吃宵夜 那他应该就居住在粉面馆的附近 侦破工作是否可以就此展开呢 经过分析 专班成员眼前顿时过然开朗 决定将侦查专班的干警分成两组 一组干警以粉面馆为中心 根据陈毅和粉面馆老板提供的该中年男子的相貌特征 结合有读须条件等情况 竹楼竹房的排查可疑人士 另一组干警则在粉面馆附近死守 只要该男子出现即将其抓捕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经过十余天的蹲守 三月十一号晚上十点多 也就是二月六号 易容被人带走的那个时候 那名神秘的中年男子又来到粉面馆宵夜 守候在粉面馆旁边的专班干警 将这个人逮个正招 经查该名男子名叫贵军 1978年出生 易昌人就住在易昌市 易陵路 系易昌访击场的工人 在武家港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贵军神色慌乱 回答易容的去向问题时 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警方调查显示 贵军有嫖娼史 有独居仪式 具备作案的时间和条件 其作案协议不断的上升 审讯到了夜晚 贵军一口咬定 没有杀人 警方这时候询问道 你没有杀人 路边监控录像中 怎么会有你呢 审讯人员不动声色的一问 其实当时这个路面监控 并没有拍到贵军的罪行 贵军的洗礼防线顿时崩溃了 他痛哭流涕的交代 2月6号 他在粉面店 偶遇易容 看他喜欢上网 就以到自家上网为由 将其骗到家中 后来 因为发现贵军家中不能上网 易容要离开 贵军不同意 两个人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贵军就将易容给杀害分尸了 随后警方在贵军家中也提取到可疑的血迹 精化验为易容的血迹 至此二九碎尸案真相大白 宜昌中院以终审判决凶手贵军死刑 等待最高法院核准 回到铁啊 给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案件 可以说呀 这些警察呀 哎 既为这个凶手的残忍和无情感到愤慨 也为这个少女因沉迷网络 而遇害感到痛心呢 这就好比飞蛾扑火 因为太沉迷其中 可能知道有危险 他也扑了上去 警方分析呀 易容的悲剧固然又缺失关爱的成长环境有关 但是沉迷上网也是被害的一大因素啊 2006年的三月初在河南商丘的一个村子里啊 有一个叫做唐强的八岁小男孩死于非命了 那天晚饭的时候 小强和家人一起吃了晚饭 喝汤的时候 小强端着这个碗呢 在门口转悠 这时候 外面有两个同村的孩子路过 小强就把这个碗 放在门口的石头上 就跟着他们去玩了 玩了不到半个小时 那两个孩子被大人叫回家吃饭 哎呀 小强就回来了 端起石头上自己的碗 继续喝汤的时候 刚喝完把这个碗呢 拿回到屋里 就觉得肚子有点疼 小强就告诉了奶奶 老太太以为小强喝了冷汤 这个导致肚子疼 于是呢 就倒了一碗 闷开水 让小强喝下去 并且说 喝完之后 肚子就不会疼了 然而等小强把水喝完 整个人就栽倒了下去 碗呢 也摔在了地上打碎了 当时奶奶在厨房洗碗 听到声音赶出来的时候 发现孙子一声不吭的 就趴在了地上 嘴里还有泡沫流出 小强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 他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事发的时候 爷爷吃了饭 又去了地里 奶奶骑的是六神无主 只有叫邻居帮着叫救护车 可是没等救护车开到村里 小强就停止了呼吸 从喝汤之后 觉得肚子疼 到死亡 整个过程都太快 太突然了 完全没有给家人任何反应时间 小强是家里的独苗啊 叶奶奶虽然都是农民 却是把小强视为掌中宝 平日里疼爱有加 如今他突然殒命 老两口不仅要承受丧孙的痛苦 内心也是十分愧疚啊 觉得是自己没有把孙子看好 终日以泪洗面 小强父母揭露消息 也是肝肠寸断了 连夜赶回来处理后事 还要强达起精神 应对亲友的吊咽 自从小强死后 他爷爷奶奶都像被抽了魂似的 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 没有心思顾及其他 只等小强父母回来了 详细询问了小强死亡时的情况 认为小强死得很古怪 像是中毒而死 由于他们两个常年不在村里边 出于尊重村委的想法 没有马上报警 而是先找村支术商量 看看到底是怎么处理 村支术的思想比较传统 他认为呢 娃娃家死都死了 还是早日路土未安的好啊 如果报警调查 还得耽搁好几天呢 说不定还得要把娃娃的肚子给划开 那可就是大罪过了呀 村支术的话呀 就让小强的父亲 汤冰有些犹豫了 支术呢 又说理解他的心情 叫了村长和村里的会计 来帮忙出主意 结果呢 村长呢赞成报警 会计呢赞成呢 不报警 这样一来 三个村干部 就有两个不赞成报警了 唐冰夫妻商量之后 考虑到年迈的父母也无法承受给小强开堂破肚的结果 就放弃了报警的想法 结果就在小强下葬偷天上午 他二爸唐田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举报信 信上说是村里的唐尤凯害死了小强 理由是唐尤凯恨小强的奶奶就拿小强撒气 唐田呢 当即就把这封信呢 交给了哥哥唐冰 唐冰不了解村里的情况 就问唐田信上所说的内容 可信都有多少啊 唐田说那个唐尤凯 只是和母亲争了两句 定位姬太神的怨呢 而且争吵后不久 村里过人家办喜宴 两个人还同桌吃过饭呢 说过话 唐尤凯完全不像是要杀人泄愤的样子呀 听了唐田的话 想着第二天小强就要入土了 唐冰虽然心有不甘 还是决定按原定计划 让小强安息 然而当天中午 村子里的殿下干扰 也出现了相关的内容 举报 唐尤凯 害了唐冰的儿子 本来举报新的这个事啊 只有唐田兄弟两个人知晓 贴到电线杆子上之后 迅速就传遍了整个村庄 这样一来 唐冰就再也无法沉默下去了 毕竟啊 事情闹大了 村民呢 这时候都在等着后续的发展 如果唐冰还是不闻不问 那一定会被指责说不心疼 亲儿子 让杀人犯 逍遥法外呀 唐冰这时候 立刻就报了警 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的 就告诉了警方 警察经验丰富 一听小强的死状 就觉得十有八九是中毒了 在征得唐冰同意之后 有法医对小强就做了尸检 从其未来就发现了毒鼠墙 这种剧毒的毒药 并且认定是小强的致死原因 警方首先就把唐尤凯 列为了重要嫌疑人 可是调查之后发现呢 案发的时候 唐尤凯和另外一个村民 在地里劳作 并没有赚了时间 唐尤凯的嫌疑被排除了 那就证明 举报信子虚乌有啊 那什么人才会捏造举报信 栽赃他人呢 有两种可能 第一 写信人和唐尤凯有仇 想借小强之死 往唐尤凯的身上泼脏水 第二呢 写信人就是投毒者 他为了转移视线 才做出这样的栽赃陷害的事 这时候呢 法医的进一步 这个尸减结果出来了 说这个小强的胃里的内容物啊 主要是当天晚饭的汤水 毒药应该是混在其中被加入的 可是小强是和爷爷奶奶一起吃饭的呀 爷爷奶奶他们两个没有中毒啊 警方再次就梳理小强死前的行踪之后认为 这个毒药极有可能是在小强离家之后 被人呢 投入他放在门口的那个汤碗之中的 警方想对这个碗进行鉴定 但是却被告知呢 小强出事之后 那个碎碗被当做垃圾清扫了 扔到了村口垃圾堆了 镇上啊 每天都有垃圾车到各个村口收垃圾 收来的垃圾在统一呢 运去垃圾填埋场 如今几天过去了 要在偌大的垃圾厂里翻找几个碎碗 那可不是意识啊 更何况呢 那碗混在大量的垃圾里 事发后又下了一场大雨 就算是有毒药残留 只怕也是被洗去了呀 这个线索断了之后 警方主要呢 还是在这个人际关系上进行排查 但是始终没有什么收获 找不到与小强或是唐家有血海深仇的人 对村民的走访 也没有发现案发期间 有可疑人经过小强家的门口 另一方面 小强迟迟不能下葬 惹得他爷爷奶奶成天的哀声叹气 说是按传统说法 等到了满七日 小强没有自己的家就会成为游魂野鬼呀 老人催促啊 弄得唐兵也是心烦意乱呢 最后一家人想来想去 怀疑是家里平时老鼠多 小强爷爷又在一些角落撒了独鼠墙 可能是小强不小心碰到了 吃饭的时候 又没有洗手 就务实进去了 唐兵就以这个说法 在派手所呢 去请求撤案 并且赶在小七 小强投期之前 安葬了他 这个事啊 就算过去了 但如果不是五年后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 只怕小强的真实死因 永远都见不到天日啊 2011年11月7号 临近过年 很多人都会赶在这个年前的最后一次大吉上去买东西 天逐渐的亮起来 有人发现呢 路上停着一辆三轮车 车上没人 也没有货 在热闹的大街上 这个车就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啊 有人凑近细看 一看之下就被吓到了 一个人趴在三轮车的车底 一动也不动啊 警方到来之后 确认这个人已经死去多时 由于死者的衣服和电动车都没有损坏 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迹象 首先就排除了交通事故的可能 死者的嘴里有呕吐物 额头上还有一块 这个小的表皮的擦伤 看起来像是因为身体不适 突然间栽倒形成的 有围观群众就认出了这名死者 名叫唐包平 十年五十三岁 是个单身汉 因为有一些傻傻憨憨的 所以平时呢 和哥哥嫂子住在一起 警方就了解到 唐包平虽然又憨又傻 但是却没有其他的毛病 家族也没有癫痫史 怎么会突然口吐白沫就死去了呢 而如果没有疾病史的话 他的死状就像极了中毒 在唐包平死去的地方 一百米左右 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警方就调取了监控记录发现 那天早上四点二十六分 唐包平啊 骑着三轮车 独自一人经过 周围也没有其他人 在现场处置的 是派出所民警 因为怀疑死者是中毒身亡 他们就及时通知了 县公安局的刑警队前来勘察 等待期间 围观人群呢 也有人认为呢 这个唐包平的样子像中毒啊 还有人说 是不是唐包平的嫂子张燕 在外面结了仇 人家为了报仇 才投毒杀死了他的小叔子呀 因为这个张燕啊 是村里啊 负责计划生育这一块的 很容易啊得罪人 刑警赶到之后 通过尸检 在唐包平位里 就发现了毒鼠墙 确认其为中毒身亡 一开始呢 警方怀疑啊 可能是物食 但是呢 唐包平位里 只有少量的流质物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那天早上 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 另外呢 从唐包平的日常行为上来分析 他也没有自杀的可能 根据毒鼠墙的毒性 和唐包平食用量 以及最后中毒身亡的时间来看 他是在离家后不久服下了毒药 警方就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 但始终啊 也没有找到可疑的 这个投毒人员 分析案情的时候呢 刑警队带头 这个人呢 就提起了五年前 那个小孩 唐强死亡的那个事 说这两起案件 看似没有什么关联 但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他的这个话呀 就触动了一个派出所的老民警 这时候他突然就问了 唐包平有没有买保险呢 啊 当在场之人都疑惑的看着他的时候 他悠悠的就说了 大概在那个孩子唐强死后两个多月呀 我无意间听闻 唐强生前有买保险 他死后 唐家人得到了一笔赔偿 我当时觉得蹊跷 但是转念一想呢 这唐强是唐家的单传 他的家人万没有毒害他 还骗保的可能啊 所以当时啊 我就把这个事给放下了 虽然如此 这个消息 还是给案件侦破 指明了一个方向 结果刑警队一查 还真就发现 唐包平身上有一份人身险 受益人 是他的大嫂 那个 无论在村里 还是在家中 口碑都极好的 那个张燕 警方立即就传唤张燕夫妻 对他们分别进行了问话 同时在张燕的家中 就搜出了毒鼠墙 眼看事情又败露了 张燕这才坦白了自己 投毒杀死 唐包平事实 毒药是几天前就准备好的了 张燕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 直到赶急那天早上 他才下手 让唐包平吃下毒鼠墙之后 本来说好的 一起去赶急的 张燕借口三轮车太旧太颠 然后就回去了 再然后 就只唐包平的死讯 就传到了家里 平时在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呢 都是张燕呢 操实的 闲着的时候呢 还会帮村里的人带带孩子什么的 除了在计划生育这项工作中 比较较真 得罪过人 总体来说 张燕还是不错的 没人能想到 他会杀地骗宝啊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 针对唐包平的死 张燕写了一份悔过书 仔仔细细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还表明了对唐包平和自己丈夫的愧疚 凶手认罪 唐包平的案子就算结了呀 可是警方在梳理张燕履历的时候 赫然发现 五年前 他在村里当的是会计 唐强出事时候 他也是劝唐强父亲不要报案人员之一啊 更让人骇然的是 通过对唐强家人的走访得知 唐强的人身保险 是在张燕的鼓动下购买的 事发之后 张燕作为村干部 还热心的帮着唐家处理了一些事宜 等到唐强的保险赔偿金到位之后 张家人为了感谢张燕 为与筹谋 就给他拿了两万块钱的辛苦费 到了这个地步 张燕在唐强死亡案件之中的嫌疑 可就凸显出来了 可是当警方对其询问的时候 他坚称小强的死和自己无关 警方要对当年的举报信 进行笔记甄别 张燕竟然说自己不认识字 没有办法进行笔记甄别 可他忘了 他在唐包平一案之中 刚刚写了一份忏悔书啊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警方就把这个毁过书给拿来 和举报信的字迹一鉴定 二者皆出自同一人 事实面前张燕再也无法狡辩 只好承认小强的死 也是他所为呀 那天张燕在这镇上买了老鼠药回村 从小强门口经过 看到小强将这个碗呢 放在门口的石头上就跑了 他趁四下无人之际拿出独处墙 就放进了小强的碗里 说到这个投毒的动机 张燕交代 当时也没想骗保什么的 就是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想看看人吃了老鼠药 是什么样子 之后这小强的死 竟然让张燕得到两万元的好处 也让他尝到了保险的天头 他就开始谋划杀死自己那个有些憨傻的小叔子了 事情到这里还没算完呢 警方在核查张燕的身份的时候 发现他竟然是盗用别人的身份证 他并不是商丘本地人 13年前 他来到这里 以张燕的身份开始新生活 其实张燕这个身份呢 是他花钱买来的 他本身是一起非法集资案的通缉犯 为了逃避打击 他抛下了前夫儿子来到了这里 按说张燕一个戴罪之身 到了这里应该低调一些 尽量别做违法乱纪之事 引起人注意呀 结果呢 他不仅不思悔改 还接连害死了两条无辜的性命 或许呀 真的有人生来就是恶魔吧